穿黑衣的男子接送 背背包的小學生 要到補習班 但誇張的是他根本接錯人 因為媽媽親自到校接送 卻找不到小孩 媽媽來要載他兒子的時候 說兒子怎麼不在這裡 這樣子 行為說孩子被補習班接走了 媽媽差點嚇壞 因為自己都是親自接送 驚覺孩子該不會被壞人帶走 趕緊調閱監視器 直到20分鐘後 補習班來帶 我也沒有料到說 他不是在那邊上課 補習班男子終於帶著孩子回來 理由竟然是他帶錯小孩 要回來換孩子 被無帶的小兒學童 父母親都在學校擔任老師 原本是由爸爸 把小孩送到警衛室 再由媽媽送到補習班 補習班搞烏龍 家長無法接受 因為明明補習班要帶的是 一年級的孩子 但他的孩子是二年級 穿著制服身上都有名字 怎麼還能搞錯 安靜班的老師誤帶了 誤認了 因為學生太多 那變成現在我們的門禁管制 可能就是有一些疏忽的 媽媽是這所國小的老師 補習班接錯人差點釀成 魯童事件 但也索性只是個烏龍 要是帶走孩子的真的是壞人 恐怕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彭志明程序員 林佳穎 苗栗採訪報導